全员演技在线 全程高能反转 2024最不能错过的国产学一句 唯一当了富二代的替身 你是我儿子 这场子早晚是你 没想到成了富二代的替罪羊 他儿子杀了人 他想让我当替死鬼 苛天的富贵 秒变苛天的大祸 这剧情刺激 最近张宋文化中子山搭档的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开播了 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孩子回家的故事 看似平台 戏品之后就能让人后背发凉 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 荣子山饰演的小七 在公交车上目睹一对母子被偷钱 本想偷偷把钱还回来的他 却好死不死被当成了小偷 结果到了警局 对面又来了俩人 上来就痛哭流涕 从小在贼窝长大的小七 哪见过这个场面 难道真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这家原本的儿子叫边杰 三年前走丢的 和边杰一起走丢的 还有小杜和小帅 自己刚从贼窝逃出来 要身份没身份 警察还要把自己关起来 权衡之下 他决定当了议会边杰 他也是没想到 刚准备开启新生活 就有富二代人生 顺利的有些离谱 唯一不顺利的 就是张宋文饰演的警察老王 总是盯着他不放 老王曾经多年 专业素质强 左任心更强 但是也有难以释怀的痛 他的亲生儿子豆豆 在五岁那年失踪了 从此 他的拐卖案 失踪案都格外伤心 边杰走丢后 妈妈因为过于思念他 精神都不正常了 而这次回来的小七 老王经过调查后 发现他似乎是个冒牌货 想要揭露他的老王 却被一件又一件 突发事件 绊住了手脚 而在和小七接触的过程中 也发现他天性善良 还有着和自己儿子 相似的行为习惯 慢慢的心里也被触动 假扮一个富二代 他的家人不仅不怀疑 还处处配合 这个看上去富足有爱的家 到底有什么秘密 小七的身份虽然让老王充满怀疑 但是家里人对他却是一万分的热情 母亲神志不清 真的把他当成势而复得的孩子 继父和姐姐明明有充足怀疑的理由 却好像在教他怎么扮演边节 原来三年前的失踪案并不是单纯的走失 当初他闯了祸想要跑路 却在和姐姐的争执中被打倒在地 赶回来的老金为了自己的亲女儿 把边节拖上车拉走了 这场戏咱们还是要演下去 如果他再当不好边节 那么我就会让他闭嘴 小七一看这情况 这很可能整不过 这都玩命了 我可不整了 流浪总得散步起来 但他又发现 老金在偷换给妻子治病的药 一时心软的小七 还是决定留下来 照顾这个可怜的女人 还没等他捋清楚情况 这个时候 当年一起失踪的小杜也回来了 揭开了另外一个案件 原来当年的边节是沾上了杀人案 才想要跑路 在小杜的描述里 杀人的是边节 而随着小帅的尸体被找到 这把刀出现的挺是时候啊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 关键时候花盆碎了 刀出来了 继父老金也在这个时候透露 边节不是老婆亲生的 没有血缘关系 这下好了 所有人都认定回来的是边节 连小杜都顺着他的谎挂辩故事 小七是真的陷入了百口莫辩的境地 你为什么要一直来查我 我是小七我不是边节 因为你拿了边节的身份证 从法律上来说 你现在就是边节 每集都有反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真的是很久没看到 这么不透露的悬疑剧了 主角配角自带800个心眼子 剧情过半了 还是没有什么同学 现在观众的猜测 分为以下的其中 一小七就是豆豆 这个可能性我感觉不大 首先是边节和豆豆两个人从小一起玩 豆豆失踪那天是和边节换了衣服 当年是继父想找人拐败边节 但是阴差阳错带走了豆豆 在警方对人犯子的审讯中 也说到拐走的孩子生病了 被丢在路边 而且豆豆长大后和边节长得一样 这也说不通 所以大概率豆豆是没了 二小七就是边节 小七假装失业 其实是想借助这个身份重新变成边节 很多观众对荣子山多多少少带点猪朝阳滤警 觉得他这次可能依然腹黑 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策划 他是最后的阴谋家 虽然这个猜想真的很刺激 而且他的习惯可以装成另一个人 但是鞋码怎么做到小一号 当然最大的不同 在于原本边节是个自私的人 他闯了祸 一心只想着偷钱逃跑 但是回来的小七 最终有三次逃跑的机会 但是他都被自己的善良牵绊住了 第一次 他发现妈妈要被换了 第二次老王出车祸 他先逃出来了 还是选择回去救他 第三次老王犯了心脏病 还是先给他吃了药才跑 所以感觉这个假设也不成立 三 小七和边节是双胞胎 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两个人一模一样 但是很多观众争议的点是 小七和边节手腕上 有一样的伤该怎么解释 只能说这部剧谜团太多了 张宋文和荣子山 八年三大父子 2016年西小河的夏天 2019年隐秘的角落 2024年又出演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这怎么不算一种经典组合 连张宋文老师都害怕观众想多 我都很怕别人会说 这两个人是不是搞CP的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两个都有 有点依赖对方 就我跟他演戏 我就想说来吧来吧 不要对台词啊 记起来啊 你知道我的路子 他就说知道知道爸爸 我说我也知道你的路子 我们俩演戏是很自由的 我也很害怕 会不会有天我跟别的少年 在一起演戏 我不会了 因为你会很享受跟他的默契感 所以我目睹他成长就好 这一次在剧里的对手戏 真的又细腻又自然 不是父子 胜似父子 张宋文在细节处的把握 让角色更真实鲜活 两个人从互相猜忌 到互相救赎 比起亲父子更感人 剧中还有一位表现亮眼的演员 就是饰演编辑母亲的郭柯宇 他几乎没有台词 全靠肢体动作和表情 来表现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 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场面 却能把一个无助的可怜母亲 演到让观众落泪 其实早在1995年 郭柯宇就比起电影红樱桃 拿到了百花奖影后 上海电影节影后 平壤电影节影后 三座大奖 只是这几年 除了在剧里演配角 就只有再见爱人李 和前夫的虐恋 让观众破防了 剧里吸引我的一点 是对父爱的不同刻画 除了伤脑之外 也能看到很多 中国式父亲的缩影 看似懦弱的小杜父亲 却能为儿子的未来去顶罪 看似冷血的老金 为了女儿守着秘密 步步算计 老王对小七不是亲生父亲 却处处都有父亲的关怀 每个人得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 有的爱有局限性 有的爱是极端的保护 这种真实打动人心的感情 才让这部剧 在平淡叙事中 有着厚重氛围 爱与责任 是父亲与孩子之间 最难的一刻 好了宝子们 今天今天说到这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